这家是高雄传奇 红茶牛奶创始人的 二女儿开的 江姐红茶牛奶 一样在南台路上 还是照着50年前 卖茶小摊车的一夜方式 如今除了饭售 经典红茶牛奶以外 还有特别的 现间的 鹅阿尖 帝王海鲜粥 炒乌龙面等 当然 还不能缺少 青石的牛奶吐司根 蛋饼系列 将二姐一人包办 出餐送餐接外来电话 不慌不论 动作非常迅速 内容位置不多 墙壁上挂着 红茶牛奶的创始故事 我们两人点了鹅阿尖 炒乌龙 蛋饼 跟一份几时蛋吐司 每次卖卖都好像点了有点多 不过 为了仔细介绍给大家 我就帮你们多吃一点 将二姐每天从 早市进货的 东市鲜河 面壶煎的恰恰 搭配自制的红区酱汁 肉片爆香后 用高汤 让乌龙面 吸饱吸满 加上白虾哈 跟手工鱼浆 吃起来满满的鲜味 让人欲罢不能 恨不得一大口吃完 两只 还不小的虾子 吃起来大饱口糊 美味 又方便制作的 吐司蛋启示 咬下一口真的超级满足 令人食指大动 不亏是高雄吐司十足 早餐吃完会让人 有嘴角微扬的幸福 不是酥脆型的蛋饼 但是小时候 用透明袋子装的 那种复古怀念口味 这里的早餐就是 与众不同 其实 我们还没点到 好喝的天皇奶茶 大家推荐的北海道锅烧面 不过一大早能吃 得阿尖 算是很特别的体验 来这里就是吃个怀念 喝个倒地的咖啡红茶 有故事性的隐藏版早餐 期待大家来朝圣